阳光灑下一串串金菊 像是小金球 过年应景好喜气 但可别过了个年就忘了它 照顾金菊四大重点 枯叶out 过长枝叶也不要 除了开花和结果期天天浇水 放在阳光下接受日照定期施肥 好身照顾着 假使放任盆栽枯萎 还会影响来年运势 建议要放肥料的话 春秋季节差不多一两个月放一次 另外要定期整理的还有家中香炉 专家说神明香炉除以十五 整理一次别随便乱丢 因为它大有用处 油腻厨房清洁溜溜香灰是碱性 能与酸性油污酸碱中和 或者是沾点水 擦擦桌椅清洁力强 撒在盆栽土壤中还能当作肥料 因为香灰含有丰富的 蛋灵甲和草酸能让植物更加旺盛 但专家提醒神明香灰和祖先香灰 代表一阳一阴千万可别搞混 我们用这一个香灰去擦拭之后 可以转阳 让我们家里的阳气会重一点 或将多余香灰放进红包袋里 随身携带保平安 过年拜拜烧香 也让香灰福气延续 解读据据由彭新台中报导